大家好,我是马丁,今天给大家带来 名探柯南体育版第199-200集 海外车位版第213-214集 嫌疑犯毛利小五郎 又是风和日历的一天 毛利正在一边欣赏绝妙风景一边听着美妙的音乐 好不快活 但下一秒,小兰就把随身听的音量加到最大 他不愿意把母亲送给他的随身听借给好四老头 毛利追上去强行解释 他也是没办法 每天都有案件发生 需要时不时放松一下 对此柯南吐槽道 小兰也不买账 而是质问毛利 不觉得这样做对不起他的妈妈非英里吗 毛利冷恨一声不满地说道 别提那家伙 说不定他现在正热衷于某个男人呢 然而他话音刚落 小兰就看到英里带着男士买领带的一幕 这尴尬的不期而遇 让几人一时间都懵逼了 所以我找了家咖啡厅坐下 自觉有点理亏的英里解释道 他们律师经常会出来团建 这次也是 至于那条领带 是朋友托他买 然后他请同事佐久帮忙挑选的 说的还是以佐久跟他一起解释 没想到佐久不配合英里 而是失落地表示 是这样吗 还以为是英里送给他的礼物 就在英里无计可施 准备破罐子破摔的时候 英里的另一个同事准水走了过来 惊讶说道 没想到平日里的高冷女王 第一号女律师 非英里 只要和丈夫在一起 就恢复常人的面目了 在丈夫面前被同事这样夸赞 英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事宜准水不要再说了 而且只有他们几个会这样说 另一个同事走过来说道 非夜非夜 英里高高在上的女王气质 众所周知 不过现在的第一号女律师 由英里变为了准水 因为他让热门事件的变速 在二审中反败为胜 一时间鸣声大噪 在随后的聊天中 英里的同事和小狼 互相接这对欢喜怨家的段 比如英里把毛利破解的案子 报到一字不漏的保存着 又比如毛利总是在半夜 把英里参与审判的案子 报到偷偷看完 一见如故 相谈顺欢的几人 又换了个地方小啄几杯 然而二两马尿下肚 毛利就固态萌发 坐在对面的非英里坐不住了 拿起包包转身就走 小兰急忙追上去替父便捷 这才知道那条领带 是非英里给毛利准备的 结婚纪念日礼物 一直夫妻分居两地 小兰也蛮可怜的 她正打算原谅毛利 不过当小兰和非英里 返回餐厅的时候 毛利他们就已经先行离开了 本以为是回房休息 没想到人不在 找遍所有的房间也没有 因此英里猜测 毛利可能是去外面吹风了 目送小兰他们离开 把门关上之后 准水立即换了一封面孔 她知道自己 无论怎么努力都赢不了英里 于是打算假装和毛利之间 发生点事情 扰乱英里的心绪 让她工作出现失误 从而失去不败女王的称号 由她继位 就在这时 门铃又响了 本以为是英里他们去而复返 没想到不是 是另一个朋友 之后 英里他们找遍了酒店附近的所有地方 依旧没有找到毛利 于是打算找到和毛利一起离开的准水问清楚 没想到准水的房门上挂上了 请勿打扰的便条 反应较快的英里掏出手机 给毛利打了个电话 房内果然有铃声响起 此后让服务员用房卡开门 当英里想推门进去的时候 发现门被人从里面用防盗链反锁了 定睛细看 柯南刚叫服务员拿开锁工具 佐久就表示等不及了 然后进去撞开房门 进去一看 发现准水已经凉透了 英里他们这撞门的一系列动作 也成功吵醒了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毛利 此时的毛利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大祸临头 正准备下床 就被柯南提醒不要踩到凶器 准水的脖子上有道深深的雷痕 地上又正好有根散落的电话线 因此柯南推测 准水是被人勒刺的 接到报警的山村警官赶到现场 与英里了解情况之后 认为凶手就是英里的丈夫 但他并不知道英里的丈夫就是毛利 因此看到毛利时 还净乎自己真是太幸运了 只要有这位名侦探在 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刚开口询问毛利对这个案件有何高见 英里就附和着让毛利详细描述一下行凶过程 文言山村怒懵逼了 啊这 那毛利不就是凶手吗 那还怎么上演沉睡的小狼推理秀 之后 被列为嫌疑人的毛利被警方带到外面 不过英里却不愿意做毛利的起诉律师 战绩上留下五点毛利冷哼一声 回头告诉英里 要让我看到你的脸我可不放过你 于是佐久自告奋勇 当毛利的辩护律师 毛利被带走后 英里让其他两位同事先回避 然后戴上手套开始在房内寻找证据 见状小兰也意识到 英里不做毛利辩护律师 是为了留在现场寻找证据 证明毛利无罪 先前英里就发现了三个一点 第一是被用作凶确的电话线 如果是冲动杀人的话 会很用力地扯断电话线 但现在电话摆放整齐 而且电话线的两端也往后入出 第二是毛利手机的摆放位置 给人一种为了让声音传到外面 才特意放到门边的感觉 第三是毛利的手掌 从最后见到准水 到发现他的尸体的时间 大概是40分钟 用电话线杀人的话 手上肯定会留下勒痕 如果是戴上手套作案的话 虽然没有勒痕 但现场肯定已留下手套 不过现在勒痕和手套都没有发现 仔细查看一番之后 英里他们在垃圾桶里翻到一个纸团 上面写着林和数字2 看字迹是谁轮写的 看到这两个字 英里推测 会不会是指下次和他搭档的小林律师 为了闹到沸沸沿扬的 工厂污水问题的官司 准水曾托特联系过小林律师 其实那个污水官司 最初是来委托他和颜泽的 但他们都不想接 所有者军又擅长刑事案件 于是让准水和三利负责 结果是一审败诉 虽然二审挽回了 但为了确保胜诉 准水打算把三利换下 所以让他介绍其他律师给他 他是想把小林介绍给准水 但还没正式介绍呢 也没把留宿这家酒店的事 告诉小林 两人怎么认识的呢 就在英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酒店服务员提供了 两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一是责言告诉准水小林的事情 二是小林律师 总共打了两次电话过来 第一次很顺利连接上了 第二次没有连接上 所以他就到这间房间来问一下 不过无人应答 随着小林猜测准水可能是在洗澡 让他再来看一下 结果就看到纸条挂在门上 上面写着 不好意思 请帮我转告 钱会付的 当他把留言转告给小林的时候 小林却说想把明天两点的会面改成四点 如此看来 垃圾桶的纸条上所写的二 应该是准水和小林会面的时间 为何与挂在门上的留言内容相差甚远 如果在第二通电话打进来时 准水已经遇害了的话 那服务员看到挂在门上的留言条 就是凶手自己挂上去的了 既然叫后给毛利 这样做岂不是多此一举 就在看见他们大为不解的时候 警方大有收获 先而在电话线上检查出毛利的指纹 又有目击者从猫眼上看到毛利移动受害者的身影 营里淡定地说道 毛利手中并没有电话线的勒痕 而且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山村双臂环抱在胸前独定地达到 毛利是名侦探 换句话说就是谋杀专家 总会有不留下痕迹的方法 至于作案动机 恐怕是因为好奇吧 每天都面对案件 忽然就想自己也尝试一下 说着还害怕地抖了抖身子 见状坑那表示 好在英里比较给力 早就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连着锁链的细线 以及锁链碎片上的奇怪痕迹 从而解开了凶手制造密室的手法 但仍缺乏指认凶手的证据 英里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喜欢听音乐 但他的随身听经常用来录音 所以搞错了录音键和播放键 正是英里这个搞错了的小插曲 让柯南一下子将整个案件串联起来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在柯南的提示下 英里也明白了案件的真相 随后 英里找到左九 表示自己有些问题怎么也想不通 想听听左九的意见 毕竟左九是刑事案件的专家 对这类事件一定有独到见解 刚出电梯 英里的手机就响了 于是他让左九先去准水遇害的房间 他先接个电话 随后就到 左九忘了准水的具体房间号 直到他看到其中一间门口有两份饭时 他这才确定下来 拿着一进去 柯南就给他说起了这间密室的不同寻常 最为关键的就是那条防盗链 看似完好无损的防盗链 骑士暗藏玄机 胸手先把防盗链靠近卡扣的地方剪断 再用几厘米的细线将其连接起来 这样一来 即便人在外面也可以把防盗链给扣上 并且看不见那条细线 这时 杉杉来迟的英里接着补刀 只要强硬的推门 细线就会断开 防盗链也会一下子分成两段 因此 凶手就是故意撞门的左九 左九一脸无辜 要是被房间里的毛利把防盗链解开的话 连接锁链的细线在断之前早就会散开了 提到这个 我们不得不佩服左九 他真不愧是一个刑事案件的专家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自杀变为他杀 而且还做得这么天衣无缝 几乎毫无破绽 屋内能够发出声响的东西 除了已经凉透了的准水 就只有一台坐机和毛利的手机 为了不吵醒熟睡的毛利 左九就不得不处理掉这两样东西 首先是电话线 正常情况下 谁没事去把电话线呢 但如果电话线是凶器就另当别论了 电话打不通也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次是手机 左九特意将他放到门边 一是为了避免毛利被打扰 二是有人在门外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能确定他就在里面 每一步都可谓是一举两得 面对英里身临其境般的推理 酒精沙场的左九也不得不拿出了 所有准手都会用到的说辞 推理的再完美又如何 又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做的 然而英里接下来的一番话 却直接突破了左九的心理防线 从踏进这房间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说明了 左九就是凶手 左九之所以认为这里是准水的房间 是因为房间内的肉丁葱盖饭 左九在门链上做手脚石 突然看到服务员按门铃 接着又看到桌子上的便利贴 写着肉丁葱头和二的字样 误以为准水交了两份肉丁葱头盖饭 为了防止服务员再来打扰 这才把写着我会付钱的 请把它退掉的便利贴挂在门外 最下左九开始有点慌了 说他只是碰巧看到服务员 端着肉丁葱头盖饭站在准水的房门外 英里却告诉他 那留言上写的是 明天二点和小林先生见面 是左九看到便条 和桌子上的酒店服务菜单 粗心大意把小林看成了肉丁葱头盖饭 事到如今 左九还想垂死挣扎 什么肉丁葱头盖饭啊 其实就是看房间号码 文言英里轻抚防盗锁链 这时左九才注意到 这一条非常完整 丝毫没有破损的迹象 顿时恍然大悟 其实准水的房间在隔壁的隔壁 如果左九是看着门牌识别房间的话 又怎么会认错呢 知道自己被英里射套了 左九也不生气 决定将后脸皮发挥到底 因为看到他走进这个房间的 只有英里和柯南 警方可不会听信他们的口头说辞 然而左九还是太年轻了 不知道死神的险恶 柯南早就让警方躲在周围的房间观战了 更致命的是 日本警方还发动了他们的新时代手艺 事已至此 左九只好如实召来 原来控告工厂的人是他的亲戚 为了不让工厂上诉 只好将工厂的代理律师准水杀死 他本来打算用药让准水昏迷 然后把房间设置成密室自杀事件 万万没想到毛利居然睡在他的房间 一个要自杀的女性怎么可能还循环做了 让一个男人睡在自己的房间里 更不可能会去点肉丁葱头盖饭 还两份 于是临时起义 将自杀改为他杀 而睡得跟死猪一样的毛利就不幸成为了替罪羊 说句厚脸皮的话 是后头打算带着剪开锁链的钳子去自首的 英里还是有些不解 准水以他不过是工作上的对手 没必要这样下四手吧 左却表示 准水当律师的动机不纯 而且为了利益和名利可以不择手段 他故意把毛利引入房间 就是为了打败英里 夺走第一女律师的名号 作为爱慕英里的男人之一 他怎么能让准水得逞 第二天 毛利走到英里身后向他表达谢意 并恳求英里跟他回家 他以后都不会和英里吵架了 但英里久久都没有回应毛利 毛利刚想发火 就看到英里一脸无辜的摘下耳机 问他怎么了 于是表里逼得两人又开始互相掐架 最后英里离开耳口中 临走前 英里还将小兰随身听里的光盘拿走 见老父亲如此不懂得珍惜机会 气得小兰狂飙日本国粹 故事的最后有个小彩蛋 那就是毛利低头富软 请求英里回家时说的话 英里不但听到了 还录下来反复听 以上就是明治探柯南嫌疑犯毛利小伯郎的 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丁奖无事的朋友 可以来个三连支持一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